2024年的一些省长和副省长候选人于今天,包括雅加达湾丹省中爪哇省和东爪哇省的候选人,前往当地的大选委员会班事处包名注册。 8月28号,多争民主党推举普拉莫诺与拉诺的搭档,前往大选委员会班事处包名注册2024年雅加达省长和副省长的选举。 该搭档的参与破灭了有关斗争民主党退局,阿尼斯参选,对了里特湾与苏斯沃诺丹玛尔与困搭档的传闻。 注册之后,普拉莫诺与拉诺的搭档没有表达有关促进雅加达纲领,该搭档强调了有关持续改善此前省长纲领的精神。 同时,里特湾与苏斯沃诺的搭档也向大选委员会报名注册2024年雅加达征服省长选举。 该具备执行经验的搭档很有自信地表达有关新雅加达和雅加达金部的见解, 自称为里诺的搭档,从事雅加达中区萨冷巴一家酒店经验与正当支持者比平民拥有相似的过程并希望获得民众的更多支持。 万丹省政府省长获选人艾琳·余阿德前往万丹省大选委员会班师处, 报名注册2024年万丹省政府省长选举。 该大党的支持者包括从业阶层党与多争民主党成员, 游行陪同前往万丹省大选委员会的班师处。 纵杂瓦省政府省长人选鲁特飞与亚新于今天前往当地大选委员会班师处报名注册, 来自13个政党的支持者们沿途与文化游行护送。 当选副总统及布兰也参与该游行队伍, 气氛很是热闹。 东杂瓦省现任政府省长科飞法与埃米尔在支持者们游街别同下, 于今天前往当地大选委员会班师处报名注册, 参与2024年东杂瓦省政府省长选举。 该大党从科飞法驻宅出发搭乘电力摩托车, 体现了对东杂瓦省绿色能源的支持。 临近大选委员会班师处支持者们展示了东杂瓦省的各种特色艺术表演。 这些故事是资户的故事是资户的故事。 worth!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